来一碗茶 好 来 来 给 茶喝点啊 好 来了 好嘞 您慢喝 老板 算账 多少钱 这茶呀 一碗一两银子 什么 这么贵啊 你抢人哪 我不抢人 我只收茶水钱 真抢人哪 老板 你怎么不事先说一声呢 真是 你也没问哪 老板 能不能便宜点啊 客官呐 我们这地方水金贵 一碗茶水啊 就值一两银子 好 一两就一两 对 破财免灾吧 别走 掉鞋 我没喝 爷爷 他说他没喝 他是没喝 让他走 走 好 告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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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住店吗 啊 来来来 里边请 里边请 好嘞 来 请 好玩儿吗 请坐 请坐 好嘞 客官 得嘞 您喝茶 看样子 您像是从远道来的吧 远 怎么天津来的 天津 那可真够远的 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 路上没遇见什么 劫道的土匪贼人 就算遇见了 人家给我放了 还有这么好的事呢 能从土匪手里跑了 你可真够命大的 对了 老板 我听说从这儿到兰州的路 更难走 是不是山带王更多呀 您要去兰州啊 一个人 那您得雇个标诗 标诗太贵了 走单趟就要五两银子呢 客官挺内行啊 雇向道只要二两银子 比估标诗啊 划算 客官 你要是想雇个向导啊 我给你介绍个老实人 那太好了 那就拜托了 来 来 来呀 哥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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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睡得太舒服了 哥老板 想到啊 我给你找来了 是吗 他叫杨大 陕西延安府人 到兰州的路 少说也跑了十年了 闭着眼都能把你带到兰州去 一看就是个很好的西北汉子 我问你啊 从这儿到兰州 咱得走多少天 快了十天 万要一个月 怎么会差那么多呢 老板 你不知道 从这儿咱往前走 有一段要经过沙漠 骑骆驼咱就快 用脚走路就慢 你要在身体步行 那就更慢 那租个骆驼得多少钱 租我的便宜 走一趟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 走 先多 那咱就用脚走 租骆驼咱都能省点时间 不过不租也没啥 行 那我就租你的骆驼 走 左面是黄河吗 哎哟 右面是石牙吗 哎哟 天上的鸽子 噗啦啦啦啦啦 噗啦啦啦啦 噗啦啦啦啦 飞呦 对对飞呦 哟 哟 走 就在这儿吧 这地方没封呢 咱这走了一道了 怎么没碰见一支声队啊 我没有带你走大路 大路上土匪多 咱就有两个人 要是遇上土匪 咱咋办啊 说得对 我喝口水 好风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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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杨茜茨 你个王八蛋 你别让我找着你 老子要是祸子走出去 我一定抽你的金 拨你的皮股 王八蛋 大哥 我带着老二给你赔不是来了 大哥 今晚上咱在你家开会儿啊 宝君 来收拾鱼 我帮大哥洗衣服 来吧 来来 大哥 来来来来来 大哥 老二 今间这事儿 你不是一直都支持我的吗 昨日在县衙 你哪一屁股 坐到楼县林那儿去了 大哥 跟那个糊涂县林再纠缠 没啥意思 大燕害人你不知道啊 就是啊 大燕不是个好东西 闭嘴啊 该干啥干啥 是呀 大哥 大燕不是好东西 谁不知道 可是你管得了吗 咋就不能管了 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 你说咱还有脸穿着官服吗 反正我是没脸 行行行 能管 就算那县老爷真听了你的劝 进了烟中了地 那功劳也不是你的 只要能把烟进了 就算那功劳都记在糊涂县令身上 我也心甘情愿 那要是进不了呢 我们每日里拿那点 连家都养不起的凤露 套那闲心干啥 就是啊 老儿说的有道理大哥 你别当着芝麻官 操着皇帝老子的心了 如果连我们这些芝麻官 都不能替皇上分忧 为百姓操心了 那大清子民从何处敢受 好荡皇恩哪 好好好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大哥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可是呢 我还得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你这个人就是太认真 就说那京城里来的那女子吧 你要真跟她缠在一块 那对你在官场行走 那可是大不利 我的私事不用你管 好好好 你说大哥 这么多年了就你一个人 每日里在衙门操心 这么辛苦 回家了以后 连个洗衣服做饭的人都没有 还我这离金局的局长 亲自来给你洗衣服 去去去去 谁让你洗了 我嫌你洗不干净 好 歇会儿 尿不尿 尿不尿 我这儿 我这儿 干吗 你看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看像个死人 快来快来快来 快点 你过来看 你 快 来 来 你看 那是不是死人 宝俊 你干什么去啊 宝俊 你拿枪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去啊 一个死人多晦气啊 快走走走 你懂个屁啊 走一道的规矩 见活人得救 见死人得埋 宝俊 那是死人 你快回来 多挥去呀 这给我送 死了 寡俊 爷送你上路 死哪儿不好 非死这儿 给你们抛个坑吧 狗丛又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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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醒醒 没事了吧 还是个秃子 谢了 谢傻了 你呀 从哪儿来的 咋一个人 跑沙漠里去了 从天津来 抹到兰州去 没想到在半岛上 我孤得下岔 把我的盘尘全偷跑了 我就一个人 在山谷里走了好几天了 那你是碰着坏人了 算你小子命尬 在梅寺之前遇见我 你是干啥的 我在天津洋行做事 没想到啊 还是个有钱的杨老板哪 我就是个大杂的 我想问一下 咱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儿啊 这是石嘴山 这是石嘴山的驿站 我是这儿的站长 站长大人 那我想问问 咱们这石嘴山 要到兰州到底有多远啊 兰州 起码得三四天 你有马吗 我想估你的马到兰州去 兄弟 就你这要死不活的样 还能骑马 行啊 我呀 好人做到底 先收留你在我这儿住两天 吃饱喝足了 养足了精神 再说上路的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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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儿 你小子不怕夜死啊 好手艳 慢点儿 慢点儿 你救了我一条命 你答恩我记下了 有朝一日 我定报君之答恩 报啥恩哪 我报君救你 那不算啥恩 那是我们这儿走一道的规矩 见死人得埋 见活人得救 活人得救 死人得埋 好规矩 坐 你们这儿人好 你们这儿人好 我们这儿人哪 好也不好 坏也不坏 实在 你呀 回头把我这两天的饭钱 给我算一下 然后再给我雇匹马 我还得掉兰州去 你不是没钱吗 还雇马 你 这是啥 金的 金表 汪老板 汪老板起床了 太阳照钩子了 谁呀 这么早来砸店 没张眼啊 宝哥 是您哪 宝哥 你们老板呢 您找我们老板啊 我们老板 昨天就去平罗县城了 说是后天才回来 您找他有事啊 爷 没事我来找他干啥 把金表给他看看 给 会不会玩呢 宝哥 这东西我是头一次见 您朋友要当这东西 不当东西到你这儿来干啥 我跟你说 我这位朋友是从天津来的大老板 路上遇贼了 老板 钱被偷了 这东西在天津至少值几十两银子呢 在你这儿啊 少给点 拿个十两银子 收下啊 宝哥 我跟你说实话 这东西啊 我是头一次见 您别说十两银子了 您就是当一两银子 我也做不了主 得等老板回来 真做不了主啊 真做不了主 宝哥 你看 这从做不了主 等老板回来再说吧 走 好 慢走 宝哥 慢走 老板 宝哥 您忙着呢 我跟你说啊 我这朋友天津来的啊 我带他逛逛街 给 狗妻子 补写的 好嘞 宝哥 你走好 这当银子的老板 过两天才能回来 那我还得在你这儿白痴白弱 好嘞 宝哥 赖地这儿吧 成 有你的值钱玩意儿在 我就再养活你两天怕啥 忙着呢 好站长来了 好好好 这买卖还好吧 还好 还好 你抓那脏东西干啥 你们这羊毛穿上土干什么呀 还能干啥 偶粪 偶粪 拿羊毛偶粪 不拿羊毛偶粪做啥 我们这羊毛啊 除了做点毛口袋 羊毛毡子 剩下的只能偶粪 太可惜了 可惜 这有啥可惜的 你们这羊毛是不是特别多呀 这没用的东西啊 有的是 还有的是 我几十万斤你有吗 几十万斤 不是 你疯了 你管我疯我疯的 你这告诉我 有还是没有 要多少有多少 我问你要这东西 有什么用 好 有心栽花的花儿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哪 喝酒酒 走 好 啥 收羊毛能发财 嗯 不是发小财 当然是发大财 胡说吧 我们石嘴上 我们石嘴上也有从山西河北来 来收羊皮的商人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收羊毛的 我们这羊毛剑子都拿来 凹粪 你拿它来发啥财 你们拿羊毛凹粪 是因为它没有别的用者 山西河北商人不收羊毛 是他们没有销路 兄弟 我来了 只要我把这些羊毛运回天津 这些贱羊毛 就能变成植大钱的金羊毛 金羊毛 我还是闹不明白啊 这贱东西运到天津 咋就能变成金的呢 你蒙人是吗 蒙人 我跟你说 我是在洋行做事的你知道吧 我买这些羊毛 自然是卖给洋行的洋人 洋人又不是傻子 收这些羊毛干啥呢 他当然不是傻子 他把这些羊毛运回国 送进他们的洋工厂 把羊毛纺成线 再织成泥子布 这泥子布比金子还贵 那我问你啊 嗯 这些烂羊毛运到天津去 能值多少钱 按百斤计算吧 一百斤毛 几码能卖四五两 啥 你说 你说一百斤烂羊毛 能值四五两银子啊 几码 我的天哪 不是 我一年的俸禄才十二两银子啊 这一百斤烂羊毛 就能卖四五两银子啊 能 能赚多少 利润起码是对半 一百斤是四五两 对半就是二两 一百斤二两 一千斤二十两 一万斤就是二百两 你那手指的要是不够用 就把鞋脱了 你别乱 你别乱啊 一万斤多少 对 一万斤二百两 要是十万 我的天哪 是 罚大宰了 财神爷 财神爷 你真是财神爷 你真是财神爷 誓忆 又怎么了 你你收羊毛发财了 那我怎么办 你 你干什么呀 跟我走 葛老板 我宝君是个粗人 不懂得做生意 可我懂义气也讲义气 你要是也讲义气的话 咱们就结拜为兄弟 只要结拜为兄弟了 有官老爷看着 我就不怕你骗我 你说这生意咋做 我就咋做 你看怎么样 好 报君 我可行见能和你这样的 耿直汉子结拜为兄弟 不荣幸之知 行 客气话不必多说 来 咱们弃势结拜 结拜兄弟 咱得诚心对吧 那当然 我先说我肯定是诚心诚意的 就是 我 我怕见 怕见血就晕 所以 我们既然是心交心的朋友 干吗非用这形式 外把子不见血 咋交心 但我不见血 我知道你心 是黑的还是红的 可 肯定是红的 就非看见吗 你要把我当兄弟 就见血 要不然就算了 我就当我这手 被狗咬了一口 你给我放个门 你自己来 好了 跪下 我们启示结拜 好 跟我说 官老爷在上 官老爷在上 宝君和葛行贱结为兄弟 葛行贱和宝君结为兄弟 从今往后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从此以后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谁要半路薪 谁要半路变息 离难 祸害出卖兄弟 谁要是半路祸害出卖兄弟 谁要是半路祸害出卖兄弟 谁火炕被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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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着被老鼠咬死 闲着被老鼠咬死 出门走路 吊黄河里淹死 淹死 被野骆驼踩死 被野骆驼踩死 埋沙堆里憋死 憋死 干 哥 停 停 石嘴山 好 十嘴山的老少爷们听真了 这个大 大大大不列颠帝国 祝天津 一和洋行买办 葛老板 到咱这儿收羊毛来了 告诉你们 一百斤羊毛换一两银子 不想再过穷日子的老少爷们 赶紧回去 拉羊毛换银子喽 这一百斤羊毛一两银子 这不是天上吊白膜吗 就是天上吊白膜 不过这白膜呀还是生的 生的 生的啥意思 这生的就是 就是先不给现银 到时候把这个羊毛 拉到天津卖给洋人以后 赚了钱再分给大家 老爷 那你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 是啊 他就是空手套白狼 有我宝君在这儿担保啊 相信我宝君的 就把毛拉来 不相信的赶紧走人 老哥 你说的这话我绝对相信 但是呢 你说的那个 葛 葛什么 葛老板 他是外地的 他那么有钱 对啊 为啥不拿现银收呢 对啊 这钱 挺好了 挺好了 这钱 被咱们这的贼给偷了 咋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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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 大家有请葛老板 欢迎 欢迎 欢迎啊 对啊 还有大家 十岁山的各位乡亲 大家好 这叫聪明的脑袋 不整毛 实不相瞒啊 我能来到十岁山呢 也是个偶然 本来呢 我的洋行委派我到兰州去收谋 没想到半道上 我碰见贼人了 不但抢了我的钱 还差点要了我的命 幸亏我碰到咱们的棒子 老五哥救了我一条命 把我带到了十岁山 我来这儿一看 咱们这儿就有羊毛 所以我当即决定 兰州我不去了 我要把这个发财的机会 留给救过我的命的 十岁山的老百姓 好 好 现在呢 就是 保五哥是我拜把子的兄弟 如果你们信得过他 你们就把羊毛送过来 我打欠条 保五哥做宝人 我敢保证 不出两个月 我就把欠你们的羊毛款 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们 不行吗 还行 还行 是啊 平起来世界好 怎么样 我看 这兔老板还实诚 是啊 年头信得过谁呀 万一被骗了呢 是啊 就是啊 是啊 这位兄弟说得有道理 我想先请问 这位兄弟贵姓啊 客气了 黑驴大 笑什么笑 原来是驴哥 行 我想问一下这位大哥 你这羊毛留在家里干吗用 凹粪 凹粪 那你是接着想搁在家里凹粪呢 还是想送到我这儿来 让我们把毛变成银子 赌一把 你敢不敢 看你说的 我傻呀我 不傻就好啊 聪明的 就相信我宝君 相信葛老板 把家里的羊毛啊 拉到我的驿站去 让这凹粪的烂羊毛啊 变成能赚银子的金羊毛 不相信的 赶紧回家去 搂着老婆孩子睡觉 等别人发财数银子的时候 我宝君 不卖后悔药啊 好 宝哥 这回我是你 咱们回家拿羊毛 找银子 好 好 拿羊毛 拿羊毛也 好 你这可拉不少啊 是啊 一百五十斤 一百五十斤 下一个 出来 我的 这个毛不行 拿走 万俊 别人毛能收 我的毛就不能收了 这是毛吗 这是屎 你咋就这么不仗义呢 让别人赚钱 不让我赚钱 我这毛咋了 你说咋了 这是毛吗 你让我的手上都摘下羊屎了 这 谢谢 谢谢 让我瞅瞅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 我 老乡 这宝君不收你的毛 是有道理的 大家想想看 我们现在是高价手末 那图的就是羊毛的品相好 不能穿沙子 是吧 不能连接成驼 不能有粪便和杂物 而且毛紫要亮 你自己看看这毛 都发黑了 即便我们收了 卖不出去 那你这钱 怎么能赚得着呢 撑 撑 宝君 你听听 你听听 葛老板说话 多顺耳 我的毛不好 你好好说呀 大不了我拿回家换嘛 废话少说 赶紧拿回家换 你说废话少说 你说老几啊 你说老几啊 快快快快 下一个 让开让开 快点快点啊 让开让开 好 让了让了 一百斤 好 一挺 这毛不错啊 二哥 兄弟 忙啥呢 帮天津洋行的葛老板 收羊毛呢 哪有冒出个天津的老板啊 刚认识北两天 二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葛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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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二哥啊 石嘴山离京局局长 你叫他赵局长就行 赵局长好 赵局长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弄这么大的事儿 你竟然不跟哥打个招呼啊 不 二哥 前两天你不是不在吗 我跟你说啊 咱们兄弟发财的几乎到了 发财 再别刮怂了 这一百斤羊毛 就能挣一两银子啊 这财要这么好发 能轮到你 你怕是被骗子卖了 还帮着数钱呢吧 哥 你又不了解情况 你 你咋说的是骗子啊 收羊毛不拿现银 那不是骗子是啥 自己头上一根头发都不长 还收别人的毛 二哥 你说啥呢 你咋骂人呢 哥说的不是实话 赵局长 初死见面 为什么说话这么多多逼人哪 你说我头上没毛 这是实话 但你说我是骗子 总要有个凭证 凭证 收羊毛不拿现银 给百姓打的白条就是凭证 哥 那白条咋是凭证呢 这 赚了钱是要还的呀 赚了钱要还 要是没赚呢 这空手套白狼的事哥见得多了 赵局长 葛老板要是骗子 我们的毛怎么办 咋办 哪扛来的扛回哪去呀 赵黑位 我不拉 这不是折腾人吗 是啊 葛老板 就是啊 你不会骗我们吧 葛老板 你要是骗我们 我们就把毛拿走 不是我们就把毛放着 对啊对啊 就是啊 赵局长 昨天麻将打得可好啊 咋了 不咋 你这不是成天闲得没事 不就是打打麻将赌赌博吗 赵局长 你打麻将是不是想赢钱啊 对啊 咋了 你这话就说对了 是吧 你打麻将想赢钱 我叫羊毛也想赢钱 咱俩这都是一个字赌 对 听听 听听赵局长 听听听 我呀 是宁和好人赌 不和坏人玩 葛老板 撑我的毛 谢黑哥 不谢不谢 来 撑毛 来来来 姓我的 我的我的 不但是个骗子 你还挑动群众闹事 走 咱俩衙门把这事说清楚 这上官还没笑呢 宝爷 宝爷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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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升堂吧 老二把我朋友抓了 非说他是骗子 啥 朋友 还是骗子 老二说他骗了十嘴山的老百姓 你别写了 你赶紧升堂吧 快快 一会儿他逗他怎么办 干嘛呀 快呀 帽子 快 大哥 是 被告之人 见了本主部 为何不归啊 主部大人 在下葛行剑 是秀才书身 根据大清的律法规定 秀才见七品以下官员 不必行跪拜礼 只需行鞠躬礼即可 还有这事儿 你给我跪下 你说的那是京城的规矩 我们这是十嘴山 十嘴山难道就不是大清的管辖之地吗 你个狗狗 二哥 二哥 这是红塔 你给我坐下 这是 既然你是秀才出身 本官免你不归之罪 谢大人 被告之人 现由我镇离金局长赵文通 指控你 在我镇巧言获重骗取羊毛 你可有何辩解啊 李军局长所指认 并无实据 本人有羊行的通牒 请大人过目 各行贱 你是天津一合洋行的外贵经理 大哥 那个什么牒肯定是假的 没 你咋说 那个什么牒是假的呢 哥 宝君你个狗怂 你咋向那个骗子说话 他不是骗子 他就是个骗子 你们俩给我住嘴 公堂之上成何体统 出去出去 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这这这这 出去出去 你也出来 你也给我出去 出去 大哥 您慢慢睡 葛行健 我问你 你是天津洋行的外贵经理 那你怎么会想到 大老远的 跑到我们石嘴山来收羊毛 并且收毛又不带现银呢 我说你这个怂 咋是个刮怂呢 你咋胳膊肠外拐啊 我咋肠外拐了 要是收羊毛能挣钱 你咋不跟我说呢 我还是你哥呢 你是嫌这锅里 没你的肉是吧 就是 那谁不想吃肉 不想吃肉的那是刮怂 你啊 小心眼我跟你说 你送毛来不就行了吗 那本官再问你 既然你是偶然发现了 石嘴山的羊毛上级 那你为何不回天津 带了银子再来收毛 岂不少了这些麻烦哪 回天津取银子收毛 不是不可以 但这一来二去 一是耽误时间 二 商机要是走漏了 洋人就会闻风而动 等那时候 挣钱的可就是洋人 不是咱们中国人了 啥 这 这一百金羊毛 能赚二两银子 能有这么大的力啊 所以我想请大人支持我 这笔买卖做成了 挣钱的不是我 葛行健一个人 石嘴山的老百姓 也能跟着富裕起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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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先信了你的话 把你放了 嗯 不过 本官要你暂停舍账收毛 这羊毛在石嘴山 虽然不值钱 可一旦形成买卖 就应该用现银来交易 哥 那老乡们自己愿意 奢账宋毛咋弄 那就要给老乡把利害说清楚嘛 我 我都讲清楚了 那就是愿意宋毛 那也不行 万一赚不着钱哪 葛老板 你现在 已经奢账收了多少羊毛啊 截至今天收了三万三千斤 哦 三万三 那你们就以此为限 已经舍购的就不说了 再收 就必须是现银 算错了 怎么三万六千斤呢 我再看看 我呀 又悄悄地多舍了一些 你干的 你就不怕任大人不高兴 不怕 他是我哥 可是 羊毛是收到了 可下面怎么办 羊毛不值钱 可是运费贵呀 我正想问你这事呢 这边的运费情况我不了解 你说咱们这么多羊毛运出去 得多少钱 我估摸着没有二百两银子 这些毛运不到天津 两百两倒是不多 就是咱们还得靠舍责的方式 把羊毛运出去 这恐怕难哪 葛老板在吗 哥 走 静静静静静 坐 你们说事了 商量运羊毛的事呢 来 坐 你们接着说 坐坐坐 说啥呢 这蛇毛啊 老百姓最多不赚钱 可设运费人家不赚钱 还得先往里垫 这怕有点难了 任大人有什么事 宝君啊 你先出去转转 我想跟葛老板说点事 去吧 阴谋诡计 你眼下 经办的这桩买卖 对于你 成了 不过是 发了一笔财 可对我们 石嘴山的百姓而言 此事若成 就等于是 帮我们石嘴山这个 手捧着金饭碗 却还在要饭的地方 打开了一道财富之门哪 所以 我想帮你 更想帮石嘴山的百姓 真没想到 当今的大清朝 还有您这儿 一心为民的好官 好 银子我收下了 但我不能白收 咱们得有个说法 葛老板 人非圣贤 这银子 我当然不会白送给你 你可以把这七十两银子 算作是我的入货钱 你想入货 好啊 你想入货我欢迎 行 那咱们就先小人后君子 你有什么条件 尽管不客气地先提出来 你一扎养功夫 我这吃官饭的 转瞬之间 咋就成了伤人了 再伤言伤吧 任大人不必客气 好 赵老板 那我就直说了 姐姐 我既然入了你的股 我就愿意与你共担这次买卖的风险 你要亏了本 而我的银子就算大水漂了 我不用你赔 可要是赚了的话 我 除了要收回我的本钱之外 在纯盈利上 我 我想与你 二八分成 我二 你八 任大人 你不但没药膏 半日是低了 你应该拿我们盈利的三期开 不是 这么 这把不妥吧 没什么不妥 咱们就这么定 哥老板 我希望我们不仅是生意上的伙伴 我想 我们以后能够成为以兴唤新的朋友 兄弟 好 能和主部大人成为朋友 哥某纠知不得 彼此彼此 你别走 你别走 我 你别走 他 你有没有 有没有 不关咋的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大哥 雷大骨头 给你儿子喂料呢 给你儿子喂料呢 有事啊 有 请我喝酒 喝酒小意思 我有更好的事找你商量呢 别的事啊 你可以说 要是说蕴羊毛的事 你就把嘴闭上 我和你说 没钱做什么生意嘛 你咋这么说话呢嘛 我咋说话了 光屁股碾狼 就剩下贼胆了 吕 吕顺风 你说啥呢 谁生下来就有钱做生意啊 你当年不是光着钩子 跟着马队 要饭来到十嘴山呢 当年要不是 我大哥人主部帮你 你能有今天 你有几个臭钱 就不知道自己是人养的了 你咋骂人来 骂你咋骂 我就骂你 我就骂你 我告诉你 我大哥把你当人 让我们来跟你商量点事 没想到你狗松 根本就不是个人 老子就不信 这赚钱的买卖没人做 老隽儿 你踢我马干啥呢 我就踢了 你再给我踢一下 我就踢 就踢 你狗松 偏啥踢我马 我跟你说老子就看不惯 你个怂样子 有几个钱就人五人六的了 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咋人五人六了 你 就是你 我做啥忘恩负义的事了 现在忘恩负义的就是你 你给我站住 吕大国头 息怒 老今儿啊 这事是咱们错了 吕大国头 是我误会了 都怪任主部 他跟我说 你是这儿最仗义 最讲究的马帮头 说让我们谁也别找我 就找您来谈这事 任主部还说了 如果这事咱们谈不成 大晚上要请您喝酒 而且要亲口跟您谈 老君儿 到时候你就跟任大人说 这酒就别喝了 不喝了 不喝了 走吧 葛老板 你们等一下 你就是那个姓葛的老板吗 是 真是任主部让你来找我的 是 你不就是想让我帮你 蕴阳毛斗天经吗 是 我没钱 吕大国头 任主部是您的恩人吧 是啊 您是这儿最有钱的马帮头吧 那可用说嘛 您当年是光着钩子来的 死嘴山帮 这咱就别说了 好 那咱们就什么也不说了 宝君儿 咱们走 你们站住 葛老板 实话跟你说吧 如果任主部做你的担保人 在担保书上盖上他的官业 我就帮你跑这趟货 一言雷定 但是 要是他不给你担保 你许给我多少银子 我也不会上路的 宝君儿 那咱还愣着干嘛呢 多谢 是 葛老板 担保书我给你写好了 你可以拿着他去找吕顺风 具体商量董身的事了 那谢谢主部大人了 客气啥呀 现在我们已经是合伙人了嘛 宝君儿 明日你把驿站的事安排一下 这回辛苦你跟葛老板跑一趟天津 一 可以让吕顺风放心上路 二 你也可以给葛老板做个帮手 去天津开开眼 记住 一起去 一起回 成 大哥 我保证跟葛老板 一起去 一起回 诸部大人 我也保证 跟宝君儿一起去 一起回 走 石嘴山的父老乡亲们 我葛行健的命 是你们给我的 发财的路 是你们帮我铺的 我保证 在两个月之内 把银子拿回来 若有食言 天诛地灭 葛老板 启程吧 两个月以后 我和乡亲们还在这儿 迎接你们平安归来 任大人 你 装什么装 旅家过头 在 下路 东西南北的野鬼们听真了 要吃的 要喝的 一点不少你们的 别拦路 别挡道 东西南北任逍遥 葛老板的货 上路了 你家老板在我这儿住过 住过 都是熟人 要不到你这儿来住 住我这儿就对了 我这儿的清炖羊肉好得很 你娃要是吃了 半夜起来挠墙嘞 说过说过 我们老板等你好长时间了 来 请进 你关门干啥 北任鬼 还认识我吗 你 你是 你是 你是前些日子 在我这儿住过店的 天津来的葛老板 上次你是一个人 这一次 你带了这么大的马队 啥事啊 跪下 你这儿做啥 你说做啥 白任鬼 你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吧 葛老板 你这话啥意思啊 够怂 你还装 等老子砍了你的头 你就知道了 葛老板 我我我 我越来越糊涂了 我老白咋得罪你了 你一把话说明白 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 好 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 我先问你 这杨大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杨大他是个向导 这十里八里都知道 上次就是他给你领的道吗 他是个贼 他是个贼 你少装糊涂 你现在 就把你们俩如何串通在一起 又如何偷了我银子的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把我的钱还给我 这事算了了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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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砍了你的头 葛老板 冤枉啊 这这这冤枉啊 你可不敢冤枉好人哪 我总能八辈都没干过坏事 我也没听说过杨大干过什么坏事 那是个好娃 你说他偷了你的银子 你肯定搞错了 我搞错了 我搞错了 那我先问你 杨大是不是你介绍给我的 是啊 就是他 在带着我往兰州的途中 不但偷了我的银子 还把我扔在沙漠里 幸亏啊 我命硬 快说 这事咋办 哥老板 你说杨大偷了你的银子 他真是贼 他是贼 你也是贼 你们是一伙的 少装糊涂 赶紧把丧钱拿出来 否则也砍了你的头 好 你们这帮高松 来 往这儿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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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头砍下来 砍啊 砍 砍 你疯了你 你们说我是贼 我还说你们是强盗呢 我在这儿几十年了 我正经生意做得好着呢 我用不着做贼 好啊 就算你不是贼 可你怎么敢担保杨大不是贼呢 杨大不但不是贼 他还是个孝子 孝子 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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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掌柜 我挖去兰州了 还没回来呢 谁叫杨大呢 娘 是不是我挖回来了 娘 白掌柜寻赞挖有事呢 不是我 是他们找 你找我挖有啥事啊 是有活干啊 杨伯 是这 你看 这位老板呢 就是上次我给你挖介绍的课 他说你们家杨大半路偷了他的银子 跑了 胡说了 我挖是个好挖 咋是个贼挖子呢 你们胡说了 你们是胡说 别喊 别喊 你挖要不是贼 我们找他干啥 谁说我挖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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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爷呀 娘 娘 你们再就这样冤枉我挖呀 娘 我挖要是拿了你们的钱 我家还都成这个样子 连吃的都没有啥啊 我好好的挖给你们一路 你们比啥说我挖是怎样 别提出这个钱 你只能走 我就是ла 你现在还不让我们去 哪里 双人家 你的银子 吧 都能给他 你选择 你刚才的 你不应该在家里 你怎么会再来 你当这一袋 Prince 要给你 你这么做 我用担心 他算是你 我自己奉口 就捉取这个钱 是咋 我只能做到这步了 报官 家都穷成怂样了 报官能咋 我看这事啊 也好办 白掌柜 这杨大是你介绍的 杨大偷了钱 你是有责任的 对吧 你要想把这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就得这么办 你呢 先拿钱还给我们老板 等找到杨大之后 再让杨大把钱还给你不就完了吗 就是 你说啥 你说你别骑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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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讹人吗 不是 你这话 这办法也行 我们找不到他得找你 对不对 你让我拿钱给你 我从哪儿拿钱给你 那你不还钱 我别吵了 你管什么啊 本军 你身上带银子没有 带了 叫我儿子 不 我一天请我还你私了 你把银子给那夏老太子送去 走嘞 月走 月 快转 你咋这高兴了呀 咱不高兴啊 再过些日子就到天津了 到了天津 就能把这欧缝的羊毛变成钱了 能不高兴吗 别高兴得太早 等钱拿到手再高兴吧 老吕 你就把新歌来洞在里 到了天津 赚不着钱 你抓我贱官 抓你贱官 官又不给我钱 抓你贱官干啥呀 那你就踏踏实实了吧 反正你已经跟我隔毛人 走上不归路了 高兴一天是一天 宝君 姑娘炕上想啥呢 这是小粉子进门嘞 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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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上启上想啥呢 启上男人回家嘞 启上 启上 杰老板 都别忙活了 别忙活了 杰老板 你看看 你看这都洗的啥呀 你看看我这个 一早上起来就贴这门口了 不识字 这到处贴的都是义和团 要灭洋人的帖子 咱们别钱没挣着 再把命打进去啊 那义和团要灭的是洋人 咋又不是洋人 还笑呢 咱们不是洋人 可咱的货是卖给洋人的 那洋人万一跟义和团 打起来怎么办 我说你这个人有事 行 别吵着 我觉得这事啊 人家老李说得有道理 你让我想想 想啥 有啥好想的 十万八千里的 送佛就要送到西天了 这天津城就在眼前了 你要打刀回府 这银子你不赚了 我 我不是不要钱啊 我不是不想要钱 可你说这 葛老板 你说钱重要 还是命重要 我说你从胆子越来越小了 哭得让狗给吃了 行了 这样 老吕 你呀 带着咱们这些马匹 还有货 就在这儿等着我们 咱俩呀 今天进趟天津城 看看城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咱心里就踏实了 好 葛老板 那你俩要说没事的话 那我也跟着你俩一起去吧 去 还离不开咱俩了 你这小子 你不是没见过吗 瞅瞅 这把门的 还有这个 他们就是洋人 头发是黄色的 眼睛是蓝的 手指都跟我们一样 都是五个 废话 都是人都是猴变的 其他地方也都一样 老吕 这就是你当差的地方 对 就是 这下你能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吧 你这干吗 你们是干什么的 洋行门前不准人逗留 赶紧离开 我知道 我是一鹤洋行的 你们干什么 怎么了这是 怎么一听一鹤洋行 就紧张成这样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葛星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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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活着回来了 我不仅活着回来了 我还把你想要的羊毛 带回来了 太好了 哥 快上来 我给你准备一杯 真正的西湖龙井 你们也 站住 他在这里 行了 这么着 老军 你和老吕赶紧回去 把马帮带回来 好吧 好 走吧 走 大家好 你好 郭星剑 你瘦了 但是很精神 告诉我 你要找的姑娘 找到了没有 你好像关心我要找的姑娘 要胜过你要找的羊毛啊 羊毛是生意 姑娘是感情 我知道 你是重感情的人 所以先跟你谈感情 再跟你谈我们的生意 那看来我们只能谈生意 不能谈感情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找的姑娘 没有找着 可意外地找到了你的羊毛 所以我们只能谈生意 这就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 你有可贵的职业精神 来 喝 快点快点啊 接住啊 接住 接住 快快 轻点放啊 小心点啊 好嘞 拿走拿走 下一包 下一包下一包 好嘞 快 走 老舅儿 这葛老板不在场 他现在什么凭证都没有 就让他把羊毛送进仓库 他要是拍拍屁股走人 那咋办 你要是现在还觉得 葛老板是骗子 行 你把这羊毛再拉回去 你可你这人急的 我不就是你说嘛 哥 你这次去西北吃那么多苦 没有办成自己的事情 却帮我找到了羊毛 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呀 那咱们就尽快完成交易 那西北的老百姓都翘首期盼 没有问题 只要你的羊毛合格 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价钱 好 那咱们就亲兄弟名算账 咱们现在就谈谈 我带回来一共是四万金毛 你打算出多少钱 如果你的羊毛可以达到澳洲羊毛的标准 我可以以高价收购 但是如果你的羊毛达不到澳洲毛的最低标准 你的毛我就不能要了 不要了 朋友归朋友 生意是生意 这是我们西方人做事的原则 有道理 行 那咱们现在就到餐库验货去 这个好吗 好 好 这个好 好 好 还好 老板 都检查过了 都检查过了 哥 要人说啥呢 他们在搜这羊毛的治疗 要人说啥呢 你怎么都不得了 要人说啥呢 质量咋了 质量不好 人家就不要了 啥 羊毛不要了 我的运飞咋办呢 醉 醉 杨老板 我跟你说 这个羊毛你不能不要 我都检查过了 都是好毛 我跟你说啊 这羊毛都是好毛 你别说 杨老板 我跟你说 这羊毛绝对没问题 你不能耍赖 绝对不行 你就是宝君 对 是我 石嘴山一战的战长 杨老板我跟你说 这些羊毛已经进了你的仓库了 这些羊毛已经进了你的仓库了 你不要不行 不行 不行 对 对 绝对不行 好 葛先生 你的助手很厉害 好 宝君 既然你很厉害 我告诉你 你的羊毛达到了一级澳洲羊毛的标准 所以 所以 我决定 得给他 哥 他最后一句说的啥 是啊 说啥呀 杨某 他都要了 都要了 都要了 来 别动 快去看看吧 这 葛老板 你回来了 你们这扛的是什么东西啊 砖头 砖头 装一箱砖头干嘛是啊 雷炕 雷炕啊 炕没坏啊 开吧 开 开 开呀 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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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爷 忍不懂 真的 银子 我发财了 银子 老子发财了 老子发财了 老子真的发财了 老子真的发财了 哥老板 这是 这是多少量啊 不多 合理给开的价钱 一百金毛六两银子 哥 不对啊 你待在石嘴山跟我说 一百金四两 咋变成六两了 傻子 多了还不好啊 咱们一共带来了四万金毛 一百金六两 四六二四 一共是两千四百两银子 老子发财了 发财了 发财了 真狠啊 老君 给本老板西部好拿去 来 喝 怎么着 见着银子了 我还使唤不度你了 哥 嗯 哥 嗯 我的哥呀 你就是我的亲哥呀 我的亲哥呀 我的亲哥呀